西子区公所平常来洽工的民众不少 为了加强员工的急救能力 20号下午公所举行了一场CPR及AED操作员工教育训练 现场有不少公所员工志工们都参加 大家都非常认真的学习 而其中西子区长徐开宇更是带头操作 希望备而不用 但需要时能派上用场就人一命 在西子区公所11楼大礼堂 20号下午举办的CPR及AED操作员工教育训练 有不少的公所员工参加 另外志工队也加入 来公所每天洽工的人很多 算一楼有设置AED 但是会使用很重要 所以特地举办课程 让大家学习也实地操作 在听完说明及示范之后 区长也带头操作 我们西子区公所是一个公共场所 很多员工都为了服务民众 所以也必须要学会CPR跟AED的使用 在必要的时候 可以在公共场合 看到有需要帮助的民众们 心脏如果停止 或者呼吸停止的时候 可以以CPR或者是AED来急救 CPR口诀叫叫CAB加D 一个步骤一个步骤 此地操作 只见消防员从旁协助 看看正不正确 而每位员工志工都非常认真学习 因为他们都觉得学这个很有用 不仅可以救人 甚至还可以自救 今天来参加这个急救的训练非常的好 我也上过第二次了 这个急救的话 它有叫我们很多步骤 我们从头到尾就 到大的步骤做的话 如果在脚外或是爬山 或是在西边的话 碰到这个人昏倒的时候 我们可以拍摄用场 那我刚刚也亲自操作一次 那觉得学到非常多的东西 那千万不要把顺序弄错了 那所以我们不但是学会顺序 也学会按压心脏的力道 按压的时间 甚至是呼吸 要怎么测量 甚至是这个吹息要怎么吹 我们都亲手 亲自操作一次 那未来真的碰到 需要帮忙的朋友们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应用得上 CPR及AED是心肺复苏数级 电极去占器的使用方式 看影片简单 但是操作起来还是没那么容易 工作分为两题次举办 约有150位参与学习 当然希望是备而不用 但如果真的遇到危机时 能够适时的发挥所学 帮助需要帮助的人 解诚慧玲希致采访报道